这个就看不懂啦 这个好难啦 真的看不懂 这个我也是看了很久 我刚刚还在跟我专门研究美术的学生讨论 到底怎么讲 抽象画 这张是蔡熙的 蔡熙的作品呢 这三张是一组 那他在画什么 这个看法是你们猜的 还是他自己解释给你们知道的 他已经不在了 所以不能再问他了 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的 所以就问大家 你看了这个你觉得这是什么 天地水 天在哪里 蓝色 蓝色是天 好嘞 地在哪里 黑色 黑色是地 其他是水 我不能说解谜啊 我只能说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作品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看都很多是所谓巨像的 你看这个台北老街 我给你看一张谷歌地图 巨像 非常的写实 好 那么中士兵的巴黎岛的女性呢 虽然不是那么写实 但是你还是看得出来 他画的是女生 而且有地方风格 地方特色 但到了抽象画的这个时候呢 这些具体的东西已经被打破了 他不是要告诉你 我要画的是一棵树 我要送给你福禄受洗 他就是一种 异象的表达 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一个就是构图 就是说在这三张画 看起来好像大小有点像 对吗 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 他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他的笔触是怎么个韵笔 干末 有干末 有水 而且那个水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笔触的痕迹 那这个笔触的痕迹呢 在这里怎么样下去 怎么样提起来 在细节的地方还有一点特色 所以你远远的看的时候 他的立体感就因为那个颜色之间的色差 跟那个颜色在渲染的时候显现出来一种特殊的效果 那我要看这个不完全是要看他画的是什么 而是他怎么做出来 他怎么做出来 现代话很多时候 现代话很多时候其实你很容易看出来怎么做 只是我们做不到 但是你会说 送给我都不要 不是大师 等我吃大师 等我吃大师的时候就买不起了 他是怎么做出来 好 这样子 一个蓝色 一个黑色加褐色 然后到了这一张呢 那黑色好像生出来了 然后那个蓝色变胖了 就多了一个小孩子 嗯 我乱讲了 有 我不知道 然后下面又是另外一种形式 对吗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作品 我的建议 因为我真的不能帮他解释 虽然他在这里有题目 叫做海岛之春 而且真仙抱在不在 他挂的这个顺序 跟他在图路上挂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123到底是哪个123 他总而言之也许顺序也不重要 四大皆空 我的一个想法 我的一个做法是 开那个自己喜欢听的音乐 开给自己听 然后静静地站在前面 也不用管他什么海岛之春 海岛之秋的题目 题目是他自己定的 我都看不出春在哪里 我觉得春应该是有红花 红色 那没有很红啊 红色 刚刚开啊 后面有花呢 花在哪里 可能斗反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可能斗反了 总而言之呢 我的做法我听我喜欢的音乐 然后就在这个前面欣赏 然后再靠近一点看 哦 这个画是这样子下去的 它的笔触是这样下去的 而且我会去想 哦 那它的笔有多大 有多粗 是什么笔 是水彩笔还是毛笔 怎么样刷出这样的效果来 甚至于呢 他这个纸有没有先打湿过 对吗 打湿了之后 在下笔 跟干的纸下笔 效果会不一样 然后再把这三张 一张一张的看之后 再反过来看 看他到底 他的功力 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甚至于呢 他一夕的签名在这里 下一张他是签在这里 所以签名的位置不一样 可见他是有想过的 平衡吗 应该是 他在这里 得到一个平衡 因为这里重动性在这里 所以他右下角签了名 这一张呢 中轴线 在中轴线的偏左的地方 然后在这一张 一样的 在这个 它的中轴线呢 突出来的部分呢 更多一点 他就签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哦 原来签名的位置 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他也是有讲究的 他也是想要 在这里面呈现出一种 整体的平衡 好 然后呢 已经三张看完之后 我在一个一个点再看 他是怎么画出来 这个点 这个点在 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呈现出来的 视觉效果是什么 站在这个地方看 跟退后时不看 效果会不一样 所以 像这样的作品呢 我不能说 到底怎样看才好 但是我会说 喜欢的人会觉得很耐看 还有就是 给我们不太会画画的人 很大的鼓励 今天回家 就买 两种颜色就好 一张图画纸 点几个颜色 说不定 你框起来之后 自己也签个名字 不要签蔡易西啊 签自己的名字啊 所以不定也会值钱